当地时间5月23日 移遭绑架杀害的在美中国访问学者张盈颖的家人 从中国抵达美国芝加哥 准备参与6月3日开始的章案审判 张盈颖的父母和弟弟以及志愿者 23日搭乘联合航空班机从上海直飞芝加哥 刚下飞机的张盈颖父亲张荣高面对镜头不愿多说 他表示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 准备想怎么样吗 就是说还是就在家里等校去这样 张盈颖案的援助律师王志东介绍 参与张盈颖案审判的过程对家人来说 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盈颖家人从两年以前就表示 在案子开始审理的时候 他们要回到芝加哥来 他们到这里来主要是想 能够亲眼看见罪犯 在审判台上被审问 就审判本身来讲也会是对家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这里边肯定会透露出很多证据就包括因应被害的细节 所以这个过程我想对家人来说 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根据皮欧利亚联邦法庭讯息 涉嫌绑架杀害张盈颖的克里斯腾森 陪审团领选已经进入紧锣密鼓阶段 检方估计开审后约需两周 选出最终12位陪审员 及6名候补陪审员 陪审团成员确定后将展开嫌犯定罪审判 届时证人警方及所有证据都将在法庭上接受质询查证 一旦定罪后将会进入量刑阶段 难道寡 麻烦 èse 因此